10月31日,中国南沙群岛永属礁、主币礁、美济礁气象观测站正式启用。 这意味着南沙部分海域气象观测空白的一填补,南海地区及周边国家的渔民和过往船只将获得更精准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这是世界大幸之事,中国在一次为南海地区远亲近邻,做出应有贡献。 然而,却有某些国家某些人蓄意抹黑和诋毁中国,在中国公布启用南海气象战后, 菲律宾的反对派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抗议,并向非政府施压。 其中,非大海市及海洋法协会的主任,苗东苗塔尔,促请非国政府抗议中国的最近行为。 他警告着,菲律宾应该抗议中国启用在南沙群岛上的气象观测站, 因为那肯定是中国为长远地主战其主权,以及单方面对沿岸国家强加其立场所做的更大努力。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巴尼洛五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 我再重申一次,北京启用南海气象战只是新闻报道,我们尚未对消息进行验证, 但如果被证实了,我相信新的外交部长提奥多罗路兴会尽自己的职责。 他日巴尼洛面对反对派的追问者,如何确认中方在西菲律宾海南海建设了这种设施, 将由国防部聚负责,现在有几天过去了,菲律宾政府仍然没证实启用南海气象战一事, 其实,正是非政府有意淡化此事,避免中非关系受干扰, 眼镜非反对派宣布起风波,美国不得不亲自出手了。 美国阵狼,分析人士纷纷敦促杜特尔特政府抗议中国在南沙渠道建设并启用气象战, 亚洲海市透明度倡议组织主任格雷格·波林表示, 非政府以拖延方式拒绝证实中国启用南沙渠下战, 正是在向中国妥协,作家境外交事物分析家张家队大同波林的空点。 张家队说,北京的这些监测战适用于云市目的, 他希望通过表明自己实际上在行驶控制, 来加强对这三个地区的主权主张。 而且,中国启用气象战的实际是有益的。 北京是图孔和杜特尔特总统, 让他的两国元首会面时处于劣势。 政治风险杂志创始人安德尔斯科尔表示, 菲律宾总统应立即致电中国大使, 抗议这些气象战, 并众生菲律宾对其专属经济区的主权。 美国人真是为菲律宾操碎了心, 杜特尔特都不急, 他们岛心急了。 总之, 他们就是见不得中非友好, 见不得南海有一颗平静。 对于南海气象观测战的建设用途,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昌, 已表示得很清楚, 中方进行南沙岛交建设, 完善民事服务功能, 为地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 是中方开展南海岛交建设的重要出衷, 也是中方对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 中方对地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功能。 中方对地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功能。 中方对地区国家提供公益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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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